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31年哈密地区维吾尔族农民启示 随后甘肃马中英率军禁逼新疆 而继任者金树人难以微服各族新疆一片大乱 陷于内外交困的围局之中 1933年4月12日 金树人手下的一批将领 联合了由苏联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以及白俄为主的规划军 在新疆首辅迪化 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 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 仓皇之间金树人是逃离敌化 不过这次政变的得意者 并非启示的诸位将领 而是金树人的部将 手握重兵的盛世财 盛世财是辽年人 1930年才进入新疆 虽属后起之辈 却是卓尔不群 很快坐到了东路剿匪总资令的位置 新疆412政变的这个第二天 盛世财率部禁止敌化成东 安兵观望 那么两天之后呢 政变各方召开了临时维持委员会 盛世财在各方教力中脱颖而出 被推举为新疆临时都办 当时的教育厅厅长刘文龙 还被选为了这个新疆史临时的省主席 短短一年之内 盛世财显示出他过人的心机与纳手铁腕 他先是联合刘文龙 从肉体上这个清除了412政变的主要将领 那么随后呢 施展手段 把临时省政府主席刘文龙逐出了新疆 那么从此呢 盛世财就依赖新疆的这个军政大权 新疆地广物博 且远离国民政府的中央统治 盛世财甚至近在咫尺的苏联 对于新疆的重要性 也把争取苏联的谅解与援助 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主要措施之一 他提出的六大政策的头两条 就是反帝亲苏 同时接纳了共产主义 盛世财曾经提出要加入中共 在卫国 之后呢 他又加入了苏共 成为联共党员 并多次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第一次见到斯大林 盛世财就直言 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 借助苏联力量 盛世财呢 击败了各路政敌 平定南疆各种动乱势力 重新稳定了新疆的政局 当时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 陈谭秋 曾经说过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呢 盛世财之政治问题上 是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 即国际问题 看莫斯科 国内问题 看延安 到了三零年代后期 敌化盐然与 盐然比肩成为红色之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